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最近新年回来之后这一波看起来有点涨不太动 但是我会觉得是说这个地方叫做个股性的轮动 同样是在PCB这一块你看最近很强势的像泰勇 泰勇最近的股价这个月飙涨快一倍之多了 那当然这部分来讲有来自于接单的成长性 也来自于机器够低 那他去年前三季赚了一块多 然后卷值比40%这很重要 就是有些强势股就走嘎空 当然我觉得不一定你要去买泰勇 你可以去看最近动到就是PCB的上游材料 像是获利我觉得比泰勇还好的 像是4939的雅电 雅电去年前三季就赚了一块三七元 年增率是高达45% 比泰勇的1.08还要好 但是目前股价比较还低 那以今年来看 因为雅电主要做的就是这种高频的 这种覆盖模的一个材料 那运用到未来的5G高速传输 其实未来的一个出海孔是特别的广 所以我会觉得说 去选择形态上类似像雅电这种 军线式多方排列 那同样是PCB这一块上游材料 比较没有涨到 而且业绩它在今年还有成长性的话 我会觉得它比较有所谓的一个 续航力的一个存在 所以同样在PCB的部分 涨多的载板做休息 然后反而比较低基期的这种PCB的上游材料 最近做接棒 这地方你可以看到像是LED也是如此 你看去年LED 几乎都没有涨到 但是就是2022 回来以后 外资投信大买了负财 那负财的部分 在mini-lay的今年来看 苹果扩大它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使用率的一个情况之下 原则上我觉得业绩它绝对有期待性 所以我会觉得说 短线上当然这个 这个负财长多做休息 我会觉得持有者续报没有问题 空手者拉回五日线 当然如果以今天来看的话 甚至是说 今年最大的重头戏就是升息 升息看的就是什么 金融个股 当然像是国泰金 富邦金今天都已经分别拉出一坑长虹 喷出去的一个大涨 那我会建议投资人去 特别去留意一些比较中低价的银行股 反而有补涨的效应 举例来说在Fintech做的很积极的就是这个 2897的王道银行 其实王道银行来说 它的净值还有高达11.87元 结果现在的股价只有8块多 它的股价比大概只有0.6倍 但是如果以去年的获利来看的话 它去年前三季的获利已经超越前一年的一个获利水准 那再加上它在Fintech 尤其像是这种无人银行 甚至是一些新金融商品的开发 其实在台湾的银行业 走的算是蛮前面的 那如果这一波所谓的金融股啊 由这种富邦国泰金的领头羊 往上拉抬之后 我会觉得这种像王道银行 还在个位数 股价也不到票面额10块 甚至不到净值11.87元 这些比较中低价的银行股 应该会有所谓的一个 所谓补涨的一个效应 所以我觉得在金控银行 相关的操作 原则上在今年上半年 甚至是说升息的效应之下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期待性 现在的确法人 有一些换股票动作 例如2383的台光店 最近就有投信在调节的动向了 所以现在法人 会不会有一些圆月的行情继续转 可是内容物稍微有 这个买卖互件的现象 问一下玉棠 那生计防疫 因为早上竟然长城线的旅客 飞到台湾检查 哇 四个人又确诊了 那今天为什么防疫股票回跌 也是因为涨多的关系吗 好 第一个短线的掌握 第二个 其实应该说防疫更严格的情况之下 对这些防疫概念股反而是利空 代表我们境内 甚至是本土的病例 应该能够更加获得控制 因为境外一路就先PCI裁减 那如果是阳性的你就去做一个隔离 那阴性的才去防疫旅网 其实它是一个更完善的防护 那毕竟像恒大 毛宝 康纳乡 说实在话 如果即便真的疫情比较严重一点 受惠的程度也有限 主要是题材面的想象 毕竟国内的一个疫苗接种率都很高 所以短线上我不建议投资 在这个地方 在这些所谓的防疫题材的概念股 做太多的一些追加的动作